謝謝子儀,各位委員,還有處長,局長,各位官員,媒體同仁,工作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子儀,我們請處長跟局長一下 好,請吳次長跟吳局長 他這個自由的一個表達他的意見 每個人的看法都不太一樣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對台灣的治安,我們大家都很有一個感覺 就是對於被害人,給他這種這個,給他輔導等等不足 其他講的話,這個被害人其實是非常悲慘的一類人 我們的加害人都在保護他,剛才講的嘛 他可以在這個監獄裡面當皇帝啊 你沒有辦法對他怎麼樣,說實在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國家,就是沒有辦法收拾這個治安非常好 為什麼,壞人到哪裡都是當老大 被害人到哪裡都是稀稀慘慘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我們現在目前一般市民 他的一種這個感次啦 我不曉得市長你認為怎麼樣 對被害人的這種這個種種輔導保護,夠力嗎 報告委員,確實成如委員所說的 我們以往對於被犯罪被害人的保護,確實是不夠周到 所以我們在民國87年就制定施行了犯罪被害人保護法 那個不足啦 當然還不足,那我們所以我們去年又擴大保護的範圍跟補償的範圍 包括這個精神損害的補償也擴大了 但是事實上還是不夠啦 這個因為以往刑事訴訟的這個整個體系啊 都偏重被告權益的保護嘛 所以對於被害人的保護,事實上是有一點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未來會強化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護 那我們法務部也正在積極的研理相關的方案 那事實上我們現在做的還蠻多的 譬如說我們有所謂的一路相隨的這個法律輔助專案 就是犯罪被害人我們一路來幫忙他 輔助他來進行法律相關的訴訟 那如果是有需要就業救養或者是心理的輔導 我們都會去幫忙他 這個方向都非常好 但是他的落實 不是處長所講的一路相隨啊 你要請這個一路相隨的也不是那麼簡單啊 他很多的條件啊對不對 所以在這種情形來講的話 我個人來講對這個權利啊 我在教在誰要教這個也是在講這個權利的保障的 但是我對我們這種這個國家就是很多的情形 我們認為說我們為什麼我們很多人對政府都非常感到非常的這種這個 悲哀的一種這個看法 那就是說我們政府對這種這個被害的人啊 真的使他們沒有辦法去歡聲的這種這個機會 他一生啊就因此 因為加害人的一種這個情況啊 使他一生就全部是整個家職啊都泡湯的這種這個情況 所以當然是聽你來講的話我們就希望說對這個家人啊 我們希望說能夠在真的法律上跟實務上啊 好好的來對付他們的這種這些人啊 我認為說我們現在目前一般有良知的人 還是對這個家人啊要好好的管制他 我想應該是沒有沒有什麼這個問題的 只是一般人講這個人錢的 最喜歡講人錢的就是最出風頭的人啊 我想很多人不會對我這個人錢的保障 我對很重視啊 但是這是在講人錢的啊 他就是對他這個裡面的想說 我是代表這個我來講什麼 對不對他都沒有關係啊 就這樣的一個情形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我們真是齁非常的痛心啊 我們希望政府對這些人齁 對這些加害的齁 不是說他是無心的 我們當然就是可以換過他啦 那真的是一個惡意的 故意的一種這個罪犯啊 我們應該好好的來對付他 我想我們百分之二十以上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啊 都應該對這些加害的人啊 不會給他這種這個說 啊給他什麼 當然我們給他這個助勤啊 給他這種光復給他什麼情形 我們都應該做 但是不贏過啊太沖容他了 不然的話我們沒有辦法使這個社會更好啊 所以我常常講說 看到我們很多人講說 啊這個愛心啊 這個幹什麼啦 連小學校連這個管教都不可以啊 我一直對我們所謂這種這個學校的管教齁 在家裡啊沒有人管教 在學校沒有人要理 為什麼 就是我們社會史他這樣的嘛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齁 我對於這種學校的管教 我一直對哪一個人來 我都跟他講 我可以跟他辯論 第一個不要損害到當事聯的這個尊聯就可以啦 第二個不要使他的身體受傷 我想這種管教是有必要的啊 我們都把他辦的中歲生啊 到這個電王祭啦 整天到外面逛啊 沒有人管啊 現在那個中小學的老師啊 根本就不管了 我管你幹什麼 不必管 所以我是認為說齁 像這種這個情形 我們真的是要面對 對這些齁 整天講這個口 口裡面整天講愛的齁 你不要去理他啦 什麼愛 愛什麼 愛他自己啊 我是有這樣感覺啦 真的是這種情形 所以我對這種這個說音 一直在講說他強調什麼什麼什麼的 我們要 了解他的這種這個情況 我們對他所講的 我們要給他一種這個 加一種這個 去分辨 他到底這樣講這個愛 是不是真的是 真心的 或是他要出風頭的這種關係 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是一向是分明的 我也不怕什麼這種情形啊 你不要跟他講一直在 滿口敷衍啊 這是愛啊 這是我們現在目前社會 是在看到 台灣就是這種病態的社會啊 滿口愛 但是裡面 難道擬倉啊 這是很痛心啊 真的是這種這個情形 當然我講這個 只是給局長啊 跟這個我們的處長啊 參考啦 是這個這個第一件 有關於這種這個 我們這對社會的 一些啊 這個害群之馬 我們要怎麼樣神之以華 那以後不要再換 剛才蔡委員所講的 你要編啊 根本就通不夠嘛 你能夠通不夠嗎 我們這幾個啊 其他人都來說這個不行啊 這個違反什麼人性啊 這個什麼一個情形啊 講的你這個 啊對不對 我們這討論啦 真的要討論啦 我都贊成啊 真的 對這些最乾玩過 就是把他 永生不能夠啊 這個 我當然 不是說一個贊成編行 是說 最起碼要給他 終身啦 要了解說他做 做壞的這種 代價的這種 這個情形 不是到這個監獄裡面 去做一做啊 他那邊三針海味啊 出來還是 好汗一條啊 對不對 這是我想 我們很多人都有這樣的看法啦 這是很痛心啊 台灣為什麼是要這種情形 就是我們的政府啊 我們的這些 假盜寫的人啊 他所造出來的 好 第二個我要跟 問這個所謂我們 呃 我請問我們這個 次長跟這個機長齁 對我們這個受費這個 我看到這裡面的 這個這個 這個裡面的這個資料齁 立法委員啊 總統啊 憲勢議員啊 等等啊 會審很多啊 我請問一下齁 我們上次看到那個 有一個台大的這種 這個同學啊 殺貓啊 他被判刑 一年 一年兩個月啊 他三三三 然後這 四四四 然後加起來判 判了一個一年兩個月嘛 但是還沒有做定驗啦齁 我請問這個處長 現在目前來講的話齁 會審被抓到的最高是多少 都刑起多少 最低是多少 目前按照陷刑法的規定 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所以應該是三年 三年以上啊 現在改成七年以上 會審 三年以上七年 十年以下 所以最輕要判 如果沒有 減刑的條件的話 是三年 最輕要判三年嘛 那最重可以判到十年 那這樣他根本就 這個在這種情況來講 根本不能不能 不能夠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一顆罰金嘛對不對 目前不可以嘛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齁 像這種齁 這個這個會審齁 我們假如說 對這些會審人齁 沒有辦法把他抓到齁 沒有好好的這種 給他 給他一種這個儲分齁 你這個社會就充滿那些 就是希望說 他用這個前世 用他的情形來 來來來跟這個社會接事的嘛 這個社會會好嗎 當然不會好嘛 所以我是認為說這個 會審齁 我想我們這個調查局 機長 你現在這種對這個會審 有沒有信心啊 我們會全力以赴 機長這個齁 我就曉得這個全力以赴 就是真的齁 要好好的齁 對這個會審所齁 好好的要使他能夠齁 神之以滑 我們這個社會要給這個當選的政策 是顯現已能的這種情況 社會才能改變的 我們現在沒有這個社會是這樣 我們民意代表啊等等啊 都是一個屬座庸座啊 到時候他就是到時候去講 去講什麼的 你根本沒有辦法做事情啊 對不對 所以這種會審啊 我是這個跟機長報告喔 一定好好中華 好好的去抓他 這種這個情形 機長 是不是可以 有信心啊 是這個會審 越來越少啊 整個常常會審 我想在 在 在部裡 各個地檢署 跟 跟我們 這個 所有的檢察官 調查員 參與的這個 這個 這個 警政署的 這些同仁 我們都會 都會全力來做 我想這個齁 就拜託啦齁 再來就是說 關於這個經濟犯罪齁 我們看到時候 現在這個社會 就是大企業家齁 很多都是 掏空啊 我們整個 這個 國家的這個財產啊 我是南部人啊 我對以前這種 這個中心銀行 我說 這是南部的銀行啊 我們要支持他 所以我們 什麼都放在那邊啊 包括股票都放在那邊啊 結果啊 我們那個 王董市長啊 他就 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頭子也都爆湯啊 他他掏空去 他去到外面去吃三針海味啊 我不曉得他 現在到大陸說 已經死亡也沒有死亡 機長你曉得也沒有死亡啊 中心 中心銀行的王董市長 呃 好像 在杭州吧 你聽說死亡啊 有沒有 這個我倒不清楚 不是啊 你們應該都有消息啊 是是是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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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曉得 那個 我們 機長你回去 查一查 跟我講一下 我是受害人啊 是是是 我要曉得他的動態啊 我連 我損失了一百多萬啊 什麼都不曉得啊 對不對 好像去年有傳說 後來 他整家都是犯罪者啊 他整家都是犯罪者 對不對 我們是自己南部啊 幫忙他啊 這是做千萬塊啊 什麼都跑走了 所以啊 機長 回去查明一下 看他這個人在哪裡 好不好 最好是能引渡回來啊 不管他是幾歲啊 關到建議裡面 關到死啊 很可惡啊 這種這種人 這種情形 我們要賺一百萬 要賺多少年呢 回來就是沒有了 被他碰了就沒有了 當然我們是咎由自棋啦 進論他 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齁 幫幫忙啦 很多這種情形齁 我們也希望說齁 這種這個 能夠有一些 好的一個成果啦 那我們現在報紙上 常常講到齁 這個當然是 機長 像這個說過 現在的這個爭奪戰 對不對 又翻了一瞬間 回來了嘛 是不是 機長你想不想這個情形 是 我報紙上有看過 那你們都不曉得 那你們都不曉得 這種這個裡面他們 你們都不管是啊 像這種情形 他也說起到這個以前 陳水扁的太太的問題啊 也有啊 當然怎麼樣不曉得嘛 這個有沒有在查啊 機長 這個是不是你們的 你們的主著 這個應該是 我們那個 收購的剛剛 他們的 蛤 有啦 或者前幾年就有辦 對不對 那現在又翻啦 現在又翻過來啦 現在 很多情形以前是 這樣 現在又變成這樣那種情形啊 對不對 齁 那這個應該你們也都有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情資嘛 對不對 雖然我是沒有 沒有投資啦 這個我也沒有那麼多錢投資 我沒有損害啊 但是這個等於是 我們整個社會的一個動亂嘛 是不是這種情形 這些人就在玩啦 就在玩啦 這個我也不要去講的太多啦 因為 這種這個情況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必須齁 調達企業好好對這些人 要加以這種這個 瞭解他們的狀況啦 對不對 提供給這個政府啊 做的一種參考嘛 那另外因為時間關係 不好意思齁 只用一分鐘 這個齁 有關於這種這個 我看到這裡面也講到這個 這種這個 這種 三角 就是說金三角啊 現在目前這種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 所謂這種 毒 這個鴉片啊 就是產量越來越少嘛 對不對 金三角是越來越少嘛 那最主要是說 這個 有關於這種這個 海洛因啊 現在變成什麼 什麼KTA 是KTA命嘛 是吧 KTA命是三級嘛 是吧 他是可以持有 是不是 在20公克跟23公克是不一樣 不是 20公克以上 除法不一樣 不是 他就有 就會有刑責 20公克以下咯 那就是行政法 蛤 行政法 除婚 法管 那我的意思 現在我們目前這個 社會 這個毒品 是最最最最最最主要的 不要說毒品 強力膠啊 吸這個強力膠都非常多啊 那為什麼有這種這個情況 我們沒有辦法去好好的去 當然我們就說 這個要去防治啊 什麼一個情形 我們也抓得很厲害啦 但是 越吸毒的越來越多啊 患毒的越來越多啊 而且患毒是非常重罪啊 對不對 你想要製造的話是死刑啊 在外國來講的話 我們像 處長現在在台灣 台灣假如說 這個製造這個毒品要不要死刑 報告委員 第一級毒品有死刑的刑法 對啊 是第一級啊 對啊 第二級第三級 好啦 現在我要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目前來講的話 像這個 我不曉得啦 我是這個是 像荷蘭啊 他在這個某一個情形之下 他會買這個毒品 是不是我們剛才所講的那種三級毒品 是不是很 非常這個沒有換法的情況 荷蘭啊 報告委員 事實上 荷蘭是可以供應第一級毒品 他是有供應第一級毒品 他做什麼 他就是由 合法的管道來供應毒品 那這個就可以消滅黑市 那可以減少一些社會的問題 那他去買的 要做什麼 蛤 去吸毒啊 就是給 原來施用毒品的人 他提供他第一級毒品來 這個有他的好處嗎 就是沒有黑市 就是沒有黑市 那他對社會會不會產生這個 這個危害 也可以減少其他這個疾病的傳染 因為 如果 他去合法的管道來 來買購買的話 他就 這個在試用的時候 不會去混用 那就不會傳染這個艾滋病 那 請問 市長 我們台灣能不能這樣做啊 這個 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很多不同的意見 現在像火蘭這樣的國家都不多啊 比較少 比較少這個把食用毒品除罪的國家是比較少 也有一些把食用毒品除罪以後再恢復刑罰的也有 所以我們會來研究審慎研究 我看用怎麼樣的方法來解決 這個是不是說齁 好好研究假如真的是可以這樣的話齁 那你就說這些人他有登記嘛 你也曉得可以控訴他嘛 對不對 那你假如說這樣的情形的話 你這個犯罪他不會混用其他 他的傷害可能是少一點 但這個不是很好啦 說實在的 但是 就是假如剛才市長所講的 這樣的一個患毒 這個一個吸毒啊 我們可以掌控他的行蹤啊 所以這個對整個社會來講的話 是有正面的 對不對 其實在日據時期也有這樣實施過吧 我想委員 我曉得 對他有閹民證 他就可以去買毒品來實施 所以市長這個什麼會齁 提出來請這些 很多是專家協助嘛 請他們研究看看 到底我們是不是可以像這個火蘭一樣啊 那如果我們這個毒品也不要走失啊 什麼什麼什麼 對不對 那曉得他的總統的狀態嘛 對整個國家的這種 這個 一個 他的一種這個維護啊 應該也是比較好嘛 可不可以 稍微 這種這個 研究一下 我們來研究看看 好不好 提出來一個 一個 給大家參考嘛 好不好 這個我想這個 這個是大 這個假如做得好的話 其實對我們台灣來講 是一個 公讀意見 不過這個也要多數民意的支持 當然沒有錯啦 這沒有錯啦 但總要做嘛 像剛剛趙薇講的 我們要邊行 也要民意啊 民意的支持才行 對吧齁 就是說大家要嘗試一下嘛 好不好齁 謝謝 謝謝